成都一个经营猪脚饭的饭店开业 一下子以马云 刘强东为代表的一众商业大佬都来庆贺 这可能吗 是的 人没有到场 但是这个猪脚饭门口挂出了很多条幅 条幅上面赫然写着马云来庆贺 刘强东来庆贺 以及其他的一众商业大佬 路人经过的时候纷纷围观 感觉到这家饭店真是太有面子了 但是当然很多人有这样的疑惑 这么一个小饭店 怎么可能引来如此多的商业大佬的共同庆贺呢 当然咱们的质疑是对的 因为这些大佬一个都不是真的 通通是假的 经过记者采访得知 这个店主新开一个店 总要造造声势 以往咱们开店亲朋好友送过花篮 写上自己的名字 但是太不够愤怨 所以人家特意的把这些商业大佬的名字写了上去 其实这样的事情以往也有 大家记得吧 前两年就有某个饭店开业的时候 人家没有用这些商业大佬的名字 而用了当地政府机构的各个单位的名字 卫生局也道贺 公安局也道贺 当然那个事是违法的 政府机构的名字能是乱用的吗 人家根本就跟你没有关系 你把人家的名字打上去 怎么可以呢 好吧这个店主挺聪明的 人家这次没有用机构名 而用的是人名 但用人名行不行呢 很多人质疑说 你这不是冒用名人的名义吗 当然也有人说 全天底下叫马云的人又不止那一个 有很多叫马云的 有很多叫刘强东的 有没有可能是聪明呢 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 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嘛 你的朋友中有一个叫马云的 不可能有一堆和所有商业大佬 聪明的嘛 所以很显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 这就是冒用人家的名义 但是当然也有人问啊 我开个饭店而已 我冒用人家的名义 给我庆贺一下而已 我又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似乎这样 法律对我也不能怎么样 但是反过来讲 我们知道啊 做饭店啊 最重要的是诚信呢 消费者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用过期食材 消费者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偷工减料呢 所以如果你饭店开业第一天 就和消费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把这些假的名人的庆贺词 打到这个条幅之上 那么你让消费者以后 如何对你的饭店更加信任呢 你连开业庆贺这种事 都能弄虚作假的话 那么在其他的方面 你有没有可能也铤而走险呢 所以我们倒是建议大家 哪怕法律不禁止 但是这样冒用名人名义 给自己脸上天彩的事 还是不作为好啊